大家好,又到周末了,按照我们的惯例 我们读读圣经,我们说着深度的话题 今儿个我们先说深度的话题 这一段时间吧,全世界有一句最火的话 在全世界就是被很多人在议论,在转载 我觉得说的也特别好 是谁说的呢? 是阿根廷的那个卷毛总统说的,说的正好 既有政治学的常识,也有经济学的常识 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搞不好? 这是我们过去就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的问题 人不是因为太精明了才会好 而是因为要尊重常识,要简单一点才会好 这个人类社会它是有秩序的 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叫各从其类,就每一个事物它有每一个事物的存在的方式 你不要过多的干预 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这个国家 它之所以搞不好 它不是因为中国人太愚蠢 是因为中国人想的太多 所以有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是中国人民,勤道勇敢 聪明 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不骗你 有的时候聪明反而是一个人失败的原因 你稍微顿一点,稍微简单一点 稍微笨一点,说不定还是个好事 你不知道的 很多的所谓的聪明人 年轻的时候异习风发 然后野心勃勃 到了中年半季以后 就变成一泡屎,一泡狗屎 一泡狗屎还抬举它 啥也不是啊 反而是那些看上去有点傻的 有点笨的人,他走得更远 中国整个国家的历史它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中国人太聪明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 哎呀全世界有两个聪明人 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 是不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区别呢 那犹太人是聪明 但是犹太人的日子苦啊 是不是你这么想 他一旦一群这么聪明的人 他在两千多年的时间,连自己的国土都没有 他聪明一件在哪里呢 那也许就是因为太聪明了嘛 所以上帝才不给他们一片土地嘛 要知道犹太人真正有拥有自己一片土地 从上一次拥有土地到本 到今天拥有土地 中间过了一两千年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过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犹太人这么苦 我觉得吧 用最简单的思路去回忆一下 就是太聪明了 中国人其实我告诉你也是这样 中国人上下来有五千年度文明 那又怎么离怎么离 中国人 其实中国人也是一样的 中国人搞了这么多年 那还是一群蠢货 连基本的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 中国今天的社会的结构 中国跟两千年没有任何的谋区别 对吧 西方的哲学家 不管是罗素 不管是这个什么 海克 不管是什么 尼采 不管是什么 哎呀各种人物吧 亚当斯密 这般人他们都认为中国 就没有任何的改进 黑格尔都这么说的 历史就在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 非常愚蠢的状态下来回来就循环 没有任何的纠错的能力 这不扯淡吗 为什么呀 太聪明了 我认为就是太聪明了 所以你跟一个中国人搞事啊 做生意也好 共识也好 非常费劲 因为他想的太多了 他不简单 所以我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今天提出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先把观点铺陈清楚 完了以后再来去思考问题 这是我用了一辈子的时间 我琢磨出来的这个生活的尝试 思想的尝试 知识的尝试 真的 和这个人类的存在的尝试 你看圣经它就这么的 你先要信上帝 先要把简单的观念秩序要搞定 把秩序要搞定 完了以后你再开始思考你这辈子做什么 做多大 你的使命感 你的责任感是什么 他是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 真的 你都不用花这么多时间 你就看一个人是不是太聪明了 习近平这个人很多人说他愚蠢 我认为他很聪明 但是聪明正是因为他很聪明 他聪明用错的地方 他终于用于全斗 所以中国人的聪明全是窝里斗的水平 全是后悔学 后悔学就是一种聪明的学问 扯了这么多 我其实是想告诉大家 全世界最火的一句话是 阿根廷的 这么一个哥们说的 他就讲 他说如果印钞票可以消除贫困 那么 印文明就可以消除愚蠢 这个话多简单啊 是不是 这是常识嘛 任何一个国家 你要想搞经济增长的话 你光靠印钱是没用的 因为常识告诉我们 货币它不是钱 货币只是一个交换的媒介 交换的工具 是不是 那没有意义的 那你以此类推的话 如果是大家都应用文凭的话 每个人都发一个本科文凭 每个人都发一个博士选拟 每个人都像细胞子一样 拿一个博士选拟 你说这个国家就变聪明了嘛 就变有知识 变有思想了嘛 那显然不是 是不是 这个国家这个话多有意思呀 太有意思了 就是 为什么很多的政府 他就喜欢印钞票来像土工中国 他就爱印钞票 他因为印钞票这个东西 你知不知道吗 印钞票这个东西 它需要庞大的数学计算能力 你的数学 要请一批的世界顶级的数学家 给你推算 用最高级的 用最深奥的数学公式来算 我印多少钞票 我有多大的效果 我能够拿到多少消费 我能够提供多少就业 是不是 你这个凯恩斯有本书叫 叫做什么就业 货币就业与什么 与 我想忘了啊 反正很有名 利息货币与就业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 凯恩斯经济学的这个开山之作 宏观经济 宏观调控的这个什么的 支付我凯恩斯 一般人看都是看不懂的 我学印学的 我阿波拉基的 我还特意去买了一本这样的书 真的 我想 觉得人嘛 会数学嘛 就显得很聪明嘛 真的去看 我看买回来以后 我花了一个星期 自己认真的看 我没有一句话我看得懂 因为它全是公式给你算的 你只能看内容简介 所以印钞票是一个 超级有学问的人干的 你看美国的那些印钞票的大师 你看美联储的那些个印钞票的人 他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非常 非常聪明 我告诉你 但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经济危机 都是印钞票 都是一群数学大脑极为发达的人搞出来的 那你以此类推的文凭也是一样的 你看中国的这个社会 是个狗 他都有文凭 只要你有怒子 你是个相关党委书记 你怎么着也得搞一个硕士文凭 你是个相关书记 肯定要搞一博士文凭 所以到西包子这里 一个小学生他就有博士文凭 是吧 你愚蠢消除了吗 他没消除 哎呦 真是的 修说这两条我为什么喜欢呢 我为什么跟大家扯呢 这是常识 我希望我这期节目 能够有一部分人能够听进去 真的 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搞不好 中国之所以搞不好 不是因为中国人太笨了 而且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 你看这个习近平上台 那曾庆红 那脚尖巨滑 是不是 老尖巨滑 老尖巨滑 那这是的 那胡锦涛也是 叫做什么 深藏不露 哎 习包子也是千年忍者神规 太聪明了 都是 不是一般人 就是一群特别聪明的人 一群心思特别的 这个什么 叫做什么 捏坏的人 对不对 特别坏 特别复杂的人 把这个中国搞得乱七八糟 如果中国人都简单一点点 都回到常识的层面 习包子这种烂人 根本就不会出现 所以这句话 据说这个现在中国吵得凶的凶巴巴的 很多人都在转这句话 如果印钞票可以消除贫困 那么印文品呢 就可以彻底消除愚蠢 这句话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喜欢转呢 明明是因为人间的外国的总统说的一句话 但是因为这句话 两句话都能准确的打中习包子的七寸 转多了以后 习包子他在身边的人 包括习包子本人就有可能看到了 他看到了以后就非常的反感 他们说最近中国与这个外交部的 与这个阿根廷的关系是急转之下 过去中国是想控制这个阿根廷的 阿根廷出了几个难人 就跟习包子特别像 特别像 阿根廷本来是个不错的国家 就又出了一个中国式的习近平 完了以后呢 把阿根廷就搞惨了 现在终于印来了一个 这么一个有常识的总统 阿根廷的日子立马就变好了 搞起来很快的 所以这两句话在中国反复的传播 可以准确的打中土工的七层 土工中国毛泽东 土工中国习近平不是毛泽东 就是左手印钞票 右手印文凭 你说是不是 那细胞子就这么两件事情 特别复杂 所以现在这个外交部 为什么对阿根廷不友好 为什么在那里搞 是细胞子背后做指示了 这是北京的造谣传媒党 给我说的的话 我接着问他们 为什么阿根廷现在 跟中国关系不好了 除了这个新总统上来 还有什么 说这个阿根廷的总统说的一句话 跟中国是背道而驰 是吧 渐行渐远 对吧 西胞子左手印文凭 右手印钞票 这两个东西阿根廷都已经不干了 你说两个人就料不到一个狐狸了呗 两个国家的价值观就背道而驰了呗 你想想 这个话对你来说是不是很有启发 琢磨琢磨 有时候有些个世界级的大事啊 都是一些个国家的走向 都是一个东西 但是背后你能够清晰的感觉到常识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尤其是互联网时代 我们要思考 我们要对过去的一些个价值观 对过去的一些个 一些个习以为常的 越境俗成的东西 要有某种反思能力 否则的话你就只能被共产党骗 被吸包子骗 是不是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哎呀 中国人很聪明 聪明反背聪明物 中国人的老话 你洗皮一下 习包子是不是聪明反背聪明物 你是不是聪明反背聪明物 琢磨琢磨 对你我 对这个我们的家庭都有好处 谢谢